然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眼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应该是个金标掉蓝 它问我怎么了 这个就典型的水大乔光通风差 明白了吗 你现在干嘛呢 先控水 懂吗 你这种盆它一浇 它就容易积水无根 先控水 然后等到下次该浇水的时候 用点杀菌药和肥料 光照可以给 也可以不给 但是你一定要控制你的浇水 下个臭宝 字字花别的字条很正常 就一个字条叶子软了 你这个你能不能拍整体 应该是整体都发粘 它叶子太多了 你把下面的叶子一撸 就是你下面的五六对叶子一撸 它就好很多了 它就是有点水供不上去 叶子太多了 那也还是因为光照不是太够 别的没啥 你也可以剪掉 明白吗 字字花很耐修剪的 这不是大问题 夏秋宝说三角梅怎么办 你三角梅这个可以适当的修剪一下 我看着是有一点点的缺水 缺肥 可以适当的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给一点点水费 但是光照一定要给出啊 臭宝 下个臭宝说这个怎么办 这个嘎了就不合了 那我说死因 我也说不上来 你因为花友们养花千奇百怪 有的花友哪天高兴了 说是给它喂了点茅台 还有这种花友呢 你这个怎么办 对吧 下个臭宝也是个三角梅 问怎么办 这个三角梅的话 就除了有点缺光 别的没什么大毛病啊 就是缺光 典型的缺光 肥料也给了 就正常给出光的 你把你旁边那个垂丝茉莉 往里边搬一搬 三角梅是扛得住这么晒的 但是这个垂丝茉莉 你看都晒黄了 明白了吗 可以稍微往里搬一搬 三角梅别急了 少浇点水啊 干了再浇 不干你就别老浇了 你一摸还凉乎乎的 你浇什么水 好了 别的没什么觉得不错 记得点关注老花一 会每天帮大家解决养花的问题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车包